第九百二十五集 算你识相 兰木学本就是重伤未遇 先前闪一闪已经用了最大力气 此刻竟然被一巴掌打得从椅子上滚了下来 在地上翻了几个滚 仰面朝天的躺着 嘴角又流出鲜血来 众位至尊奇奇动容 外面那个声音清冷的说道 死不悔改的东西 随后又淡淡说道 法尊大人 听说你要跟我抢徒弟 法尊深深的吸了口气 不敢 既然是前辈相中的人 晚辈自然不敢抢的 那声音冷笑道 算你识相 众人震惊的几乎麻木 这人是谁 听声音像个女人 什么女人能这么猛啊 居然敢对法尊这么说话 法尊郑重问道 敢问前辈 尊姓大名 外面那清冷的声音说道 等我心情好的时候 会告诉你我的尊姓大名的 不过 现在我的徒弟被扣押 随时有可能被抢走 我心情很是不爽的 法尊苦笑一声 并无口哑 只不过是来聊聊天 仅此而已 而且令途冰雪聪明 谁又会舍得伤害呢 爱护还来不及的 外面那声音道 爱护 好啊 爱护 过几天 我也把这酒家的人 挨个挨个的爱护一遍 顺便去执法城 也爱护爱护 这话一说 就为至尊 上那件面如土色 要是人家真的去挨家的 爱护爱护 那这日子还真是甭过了 谁看不出来啊 法尊都绝对不是人家对手啊 法尊苦笑一声 都是一些小辈在胡闹 像您这种身份 何必计较这种小事呢 那人冷哼一声 我若不计较 徒弟就被抢走了 你们俩还在里面做什么呀 被人审问得很爽吗 还不赶紧滚回去 楚洋懦懦连声 有些不安 抬头问道 这个 那啥 我可以走了吗 众人一起苦笑起来 谁敢不让你走啊 当然可以 叶弟亲切的笑着 楚小兄以后若是有闲暇 还请来叶家耍耍 楚洋微笑 那是一定要去耍耍的 叶弟自然绝对不知道 他所说的去耍耍 跟楚洋说的一定要去耍耍 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思 其他几家至尊们 也都不同程度的表示了友善之意 唯有蓝木雪坐在地上 欲哭无泪 他现在终于知道了 蓝家的厄运是怎么来的了 竟然是蓝家逼迫楚洋的事情 被这位大能知道 于是乎 这位大能暗中布局 狠狠的摆了蓝家一刀 然后更将风月直接牵扯进来 还将自己狠狠的打了个半身残废 你妈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你他妈的 楚洋有这种强大到牛逼逆天的后台 却不说 一直在扮猪吃老虎 这不是活生生的要吭死人吗 蓝木雪痴痴呆呆坐在地上 一时间万念俱灰 众位至尊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蓝木雪这次是真的抓下了 大家离这货远点吧 免得挨着劲了 沾了煤气多了晦气 或者被他传染了二了起来 那可就糟糕了 楚洋与楚乐儿笑眯眯的走出了潇潇堂 外面已经没有人了 紫邪情说了那几句话之后 就知道楚洋等人乃是万无一失 现在就是拿下天来给法尊和九大至尊做胆子 他们也绝对不敢动楚洋 所以紫邪情现在已经回到蓝香园喝茶去了 楚洋走出来还不到半里路 剑灵就在九节空间之中爆发了 这妈的 他怎么会在这呢 剑灵后怕之后 表情恐怖至极 这是他妈怎么回事啊 他不是被补添了吗 法尊与不留情谈心的时候 剑灵正在闭关 什么都没听见 他怎么会在这 这个问题应该问你的 剑灵先生 我怎么知道啊 剑灵还是郁闷 对这种事 哪是我一个剑灵可以说了算的 但是他却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这的 剑灵心中一动 那他应该出现在哪 剑灵突然间瞠目结舌 楚洋在意识空间里面大吼一声 你说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 那他应该出现在哪 剑灵张着嘴巴 瞪着眼睛 突然就噼里啪啦的猛打自己耳光子 你抽烂了也没用的 楚洋无懂于衷 你压的就是个灵魂 抽的再稀烂 一个念头就全都恢复过来了 还不说呀 你说不说 楚洋说到后来 咬牙切齿的扑上去 狠狠的掐住剑灵的脖子 使劲的来回摇晃 我说 我说 我说什么呀 被楚洋掐着脖子 但剑灵脖子一伸 从上面又出了一截脖子 他苦笑不已 不是我不说呀 而是这件事 不是我能说的 我要是说了 顺客之间就会被抹杀掉啊 抹杀 楚洋哼了一声 那你说实话 历代九阶建筑 都是怎么回事 剑灵沉默不答 楚洋淡然说道 能够成为九阶建筑的人 或许有那么一个两个 那是天性良薄 而且又有第一代九阶建筑 在王命湖那里悟导 效果肯定是有的 但我绝不相信 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能够取得最高成就 剑灵沉默了许久 一脸难色 终于挣扎着说道 你别逼我了 这件事你以后会知道的 可现在我不能说的 不能说 那我要闷到什么时候 剑灵常常叹息 我也只能说一点 什么 剑灵眼睛凝视他 一字一字说道 其实啊 九阶建 九阶建筑的使命 从来就没有被完成过 说完这句话 任由楚阳狂声暴雨 一般的追问 剑灵确实再也不肯 说任何一句话 剑灵心中一震 连连追问 但剑灵却三间七吼 什么话题也不回答了 剑灵有些正正的 从来都没有被完成过 可这天毕竟是补了 人也毕竟是死了 剑灵无语 楚阳想了好久 终于放弃 他知道这个问题 任由自己怎么想 不到一定的境界 那是绝对想不通的 那这位法尊到底是谁 他应该是三万年前 九阶之一的 娄文龙吧 楚阳回到蓝香园的时候 药谷的五长老 已经带着人等候多时 这位五长老倒是很君子 见到蓝香园里面 只有紫邪青一个女子 这老头居然执着地 带着人站在门外等着 理由是避嫌 这让他带来的几个 药谷的年轻弟子 一阵的心里狂骂 尝 几辈子才能见到一次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这老货居然把我们都赶了出来 连多看两眼都不行啊 见到楚阳远远的不紧不慢而来 五长老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这几天里 药谷的人跟踪楚阳 一无所获 五长老向上汇报 被果断的终止了跟踪行动 并且做出明确指示 我们要的是药 不是人 只要是有药 就买 但千万不要把人得罪了 把路堵死 楚兄 呵呵 楚兄的呀 五长老微笑着急忙走几步迎上来 一把抓住楚阳的手 就像久别的恋人 在战火纷飞的街头重逢一样 你可是回来了 楚阳莫名所以 五长老您这是 哎呀呀呀 五长老着急的把他拉到一边 要啊 搞到了没啊 大后天可就是拍卖会了 哦 搞到了一点 楚阳终于明白 同样神秘兮兮的回答 这个 五长老撵了撵手指头 有多少啊 楚阳为难的道 不多啊 不多是多少啊 五长老有点着急了 心到你要是只有一株两株 那可就坏菜了 难为药谷为了你将拍卖会都提前了 你要是搞不来 就只有八百株啊 楚阳摇头叹息 太少了 八百株 五长老 五长老瞪着眼睛 几乎一口气上不来 晕厥过去 八百株你还嫌少啊 那多少是多啊 够了够了 五长老没话眼笑 激动的满脸通红 他搓着手 在哪儿呢 我能不能看看 在这里 楚阳指了指蓝香园 不过你要运过去 恐怕 五长老心领神会 我带几个高手过来 押运回去 顺便给你开拍卖收据 楚阳黑黑点头 紫荆啊 大批的紫荆就要来了 现在最紧缺的就是紫荆啊 五长老兴冲冲的走了 到了下午 临天黑的时候 才又兴冲冲的回来 但是神色却已经变得 有些恭敬和拘谨 楚阳暗暗点头 看来九大世家传递消息 还是挺快的 随之而来的 就是几个身形沉稳 冤唇悦志的白衣人 进入楚阳的房间 楚阳装作在自己衣袖里头 抹了一下 似乎打开储物戒指的样子 哗啦啦 一堆黑色的药物 就堆满了一地 这这这 五长老震惊的不能言语 突然忍不住自己的脾气 大吼一声 你他妈的居然都没装盒子 来的时候 药谷上层已经说过 楚阳后台很硬 此去一定要礼貌 但此刻 五长老一看到 楚阳就这么把药扔出来 扑扑的摔在地上 顿时就不让大怒 哪还管什么后台不后台的 直接就是怒火冲天的大骂起来 楚阳一摊手 我也没办法 是我那位朋友就这么给我的 五长老气急败坏的大骂一顿 急忙指挥人回去拿紫荆盒子 然后还追出去喊了一句 记住了 拿最高档的那种 越多越好 顺便让他们赶起辆马车过来 他奶奶的 随后才想起楚阳这个强大后台 不由得摸着鼻子道歉 楚兄弟啊 这个退不住退不住啊 我有些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哈 无妨 这才是真性情好汉子嘛 五长老大喜 对啊 我就是这纸筒子脾气 看谁不顺眼啊 就直接骂过去了 说着他压低了声音 上次啊 我骂了谷主呢 被老大吊在桃树上 抽了三百鞭子 楚阳有点晕 看着这位人老心不老的五长老 实在想不到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 眼看着一直都就能送他去西天 那位大长老居然还敢吊起来 打上三百鞭子 真是彪悍 不大一会儿 回去那位高手 举着一个大大大的包袱 小山一样的回来 喘着气道 车队在后面 我怕药效流失 自己先来了 五长老暂许一声 做得对 那位高手很郁闷 骂得一路上就听见下面一群人在喊 快看啊 一个大包袱在天上飞呢 这奶奶的 这包袱下边有人在顶着呢 看不见哪 这么大活人 楚阳扑的一声 喷出了满嘴的茶水 这位高手满打满算 也就是七八十斤种 瘦小干枯的吓人 在那么一个大包裹的前提下 想要看到他 还真是有点困难 五长老心急火燎的开始指挥人装盒子 大呼小叫 哎 那个别伤了根绪啊 这个叶子一定要保持好了 哎 你猪我你 这个能装紫荆盒子吗 金心盒子呢 混账玩意儿 这个装错了 楚阳哭笑不得 一脸的纠结郁闷 这老货 还真是百无禁忌 第九百二十五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